作词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前段时间,有同修对我说 刘大姐,你知道现在有许多人羡慕你吗? 我问他,羡慕我什么? 他回答说 大家主要羡慕你两件事 一是羡慕你活得潇洒、自在、快乐 二是羡慕你这么有名气 我听后真的是一时无语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交流的题目是 智者老实念佛 默默无闻最好 就是想对大家羡慕我的两件事 谈谈我个人的一点粗浅体悟 与同修交流、切磋与共勉 一、两个我 我要把两个真实的我呈现给大家 让大家从两个真实的我里悟到点什么 第一个我 迷的我 我的人生之路是多坎坷的 我所遇到的种种磨难是常人无法感受的 1966年,我和丈夫结婚了 那一年我21岁 我嫁给了一个精神病的丈夫 她是狂想型精神病 医学上叫做疫病 这种病人 她的思维、言谈举止都是非正常的 和她不能做正常的交流 结婚前 在家里 我是爸爸妈妈、姐姐手心里的宝 我过着无忧无虑的 小天使般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 我过了二十年 1966年9月23日 从我结婚的这一刻起 我小天使般的生活就结束了 我开始了 我开始了漫长的五十年的历练生涯 到今年的九月23日 是我和丈夫结婚五十周年的金婚纪念日 半个世纪 五十年整 回首往事 我曾经这样问过自己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你还敢不敢选择这一条道路 时事求是的说 我的回答是 不敢 因为这五十年的苦 五十年的难 五十年的心酸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的婚姻是没有爸爸妈妈祝福的婚姻 因为爸爸妈妈不理解 备受他们疼爱的小女儿 为什么要嫁给一个精神病 爸爸性格温和 他什么都不说 妈妈性格刚烈 每天哭骂不止 结婚那天 姐姐和我的几个好朋友 送我去婆家 妈妈跟在后面边哭边骂 别人结婚 娘家都陪送点东西 我结婚什么东西都没有 爸爸给我买的皮箱和毛毯等东西 都被妈妈扣下了 什么东西都不让我带 我除了身上穿的一套衣服 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 记得结婚第二天 我和丈夫去煤厂买煤 没有衣服换 就穿了一件丈夫的工作服 那时煤的品质不好 块少面多 买回来后 要用筛子筛 把块和面分开 然后再把霉面做成霉球 那一天 我简直成了一个小黑人 满脸都是霉黑 眼睛 耳朵 鼻子里全是霉黑 只有一口牙是白的 左邻右舍的邻居都出来看 说老刘家娶的媳妇进门就干活 自那以后 家里的活基本上就落在我身上了 就连巴抗抹墙的活我都学会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活我没干过 那就是挑水 我们家有两只自制的大水桶 没装水就八十多斤 再装上水 我实在是挑不动 尤其是冬天挑水 还得爬冰山 这个活大多是丈夫来干 可是有时候他不高兴就不干 这时就得哄他 我和他一起去抬水 让我感到最难的事情是老人有病住院 因为丈夫是公公婆婆的独生儿子 老人住院没有人来替换我们 就是我们两个人连轴转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 丈夫出差在外 公公得了传染病 住在传染病房 后来又进了抢救室 就我一个人在那户里 八天八夜 我没洗脸 没梳头 基本上没吃饭 没睡觉 到了晚上 夜深人静 看着像大炮一样的氧气瓶 听着氧气滋滋作响的声音 那种恐惧无可言表 现在回想起来 后背都直冒冷汗 八天以后 丈夫出差回来了 可能是高度紧张的神经 一下子放松了 我倒下了 我的难题何止这些 更难的还在后面呢 丈夫是非正常人 精神思维处于非正常状态 家里人可以迁就他 可是到了工作单位 领导把他当成正常人 好多次领导把他打发回家 不让上班不给工资 后来领导把他顶干部名额 调到贵阳去了 刚到贵阳觉得新鲜 可四个月以后待够了 吵着闹着要回来 后来干脆自己跑回来了 以后有五年的时间 待在家里 没有工资收入 当时我家六口人 靠公共的工资和我的工资生活 公共每月工资58.5元 我每月工资38元 上有老下有小 当时生活何等艰难 可见一般 五年以后 遇到一位贵人 帮忙把丈夫从贵阳调回了哈尔滨 因为丈夫工作时段时序 错过了几次涨工资的机会 所以他的工资 要比同一时间参加工作的人低很多 又加上1995年 他办的是病退 所以工资就更低了 这也是他多年来 心里不平衡的一个原因 再说说我的工作 我1964年参加工作 在一个小学做代课教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人性极度的扭曲和变态 亲人朋友同学同事 一夜之间变成了陌路人 互相攻击 谩骂揭发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 我因为家庭出身好 所谓的根红描状 被选中参加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 不久就被说成了保皇派 时常哀皮哀豆 各种莫须有的罪名 加在头上 对于21岁的我来说 对眼前发生的一切 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我不肯认错 态度不好 更是被格外关注 那时我教的是七年级学生 可能有人会问 小学六年级毕业 你怎么教七年级呢 情况是这样的 那一届学生小学毕业 本该升入初中 可因为赶上文化大革命 就留在小学闹革命了 因为不允许上文化课 学生们整天无所事事 大部分学生都参加各种战斗队 闹革命去了 当时我教的那个班 学生比较老实 大部分学生爱学习和喜欢读书 他们很喜欢 我给他们读故事 或者讲故事 记得文化大革命前 出了一批好书 如欧阳海之歌 红颜 野火春风斗谷城 临海雪原 铁道游击队 青春之歌 志愿军英雄传等等 在我不被批斗的时候 我就在教室给学生们读书 讲故事 当我被批被斗的时候 我的学生也有去参加批斗会的 他们坐在那里 一言不发 有的女同学不忍心看老师被批斗 满眼含泪 后来 每当我们师生相聚的时候 谈起当年的往事都觉得是一种欣慰的回忆 让我觉得可惜的是 十年文化大革命 耗去了我十年最宝贵的青春棉花 让我觉得可喜的是 当我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 我受到了这样严酷的历练 让我在历练中成长成熟 1984年 一个偶然的机缘 我调到省政府工作 对有的人来说 可能是巴不得的事情 能调到省政府工作 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可是对我来说 却是个难题 最大的难题 是公公婆婆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需要有人照顾 丈夫自己还需要人照顾呢 不能指望她来照顾老人 这个担子还得我来担 两个孩子上校 一个读初中 一个读小学 那时我既要不耽误工作 又要兼顾照顾家庭 那时我每天早晨六点钟 从家里出发 去单位上班 晚上七点钟以后 才能回到家 这样的通勤上班 一共持续了五年时间 现在回想起来 我都感到后怕 真不知道 那五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也就是在这五年的时间里 我的公公婆婆相继去世 公公是1984年 我调到省政府工作不久 老人家就走了 婆婆是1988年走的 让我感到安慰的是 在婆婆卧床半年的最后日子里 我一直守在婆婆身边照顾她 那半年 我一天班没上 在这里 我特别感恩 我当时的领导 能够准我长假 让我照顾婆婆 送她老人家最后一程 上个世纪的90年代 那十年是我人生中最苦 最难最心酸的十年 我遇到了一个又一个难以逾越的坎 无数个为什么 在我脑海里打架 像一团乱麻 理不出个头绪来 那么多为什么找不到答案 久而久之 我病了 我自己知道我病了 别人谁都不知道 我得了抑郁症 也恰恰是那十年 是我工作担子最重 压力最大的十年 真是内外交困 泰山压顶啊 现在回想起来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在这里 我想恳请同修们理解我 我不能把那十年的苦 难和心酸和你们诉说 因为那样做会伤人的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 更何况 我们佛们不是讲因果吗 我所遭遇的一切都是我个人的因缘 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现在看来 这些苦难和心酸 恰恰是我人生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是我今生成就的基石 第二个我 绝的我 2000年是我人生命运的转折之年 就在那一年 我得到了无量寿经汇集本 得到了老法师1994年 在台湾宣讲的无量寿经光碟 那一次是老法师第三次宣讲 无量寿经 那套光碟是70碟 每碟一小时 我听这套光碟可以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 消磨时间 打发那些难熬的无聊的时间 第二层次 到光碟里去找我那些个为什么的答案 第三个层次 听进去了 弄明白了三件事情 我从哪里来 我来干什么 将来我要去哪里 弄明白这三件事情 我的心一下子祸亮了 什么苦 什么难 什么辛酸都不见了 离开了苦 得到的自然是乐 这就是离苦得乐的开始吧 我的这个思想转变过程 大约用了近三年的时间 我为什么这么爱戴和亲近老法师 是因为老法师救了我 是他老人家救了我生命 给了我慧命 我今生唯有成佛 方能报答老人家的身恩 有人说 我搞个人迷信 搞个人崇拜 我的态度是 走自己的路 随他说去吧 从2010年 见到老法师以后 我自觉修行 在不断进步 境界在不断提高 我不知这样说 是不是不谦虚 但这确确实实 是我的真实感受 因为老法师 让我给大家做个好样子 对于老人家的这个嘱托 我实时不敢忘怀 虽然我能力有限 但我一直努力在做 我告诫自己 不能辜负老法师的期望 一定给大家做个 做人的好样子 一定给大家做个 修行人的好样子 一定给大家做个 念佛成佛的好样子 我见老法师 到今年的4月4日 就整整6年了 有人问我 你从见了老法师之后 你最深的感受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说最深的感受和最大的变化是心量大了 曾经有人问我 你的心到底有多大 我回答 我回答和虚空法界一样大 他又问为什么 我回答 因为不一样大 装不下虚空法界呀 问我的人瞪着眼睛看着我 一时无语 我告诉他 这是我从老法师那里学来的 我从老法师那里知道了什么叫如如不动 什么叫虚怀若骨 这六年里我经历了太多太多 尤其是姐姐往生这三年 我就像在老军炉里被冶炼一样 赞叹者有之 辱骂者有之 批评者有之 恐吓者有之 真是百味杂陈啊 好在有佛力加持 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我给自己总结了四不倒 夸不倒 骂不倒 劈不倒 吓不倒 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无私者无畏 在我这里 没有隐私 没有秘密 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 我要做一个无私无畏的人 上面我给大家讲了一些我的经历 我的故事 你们可以当成故事来听 愿大家从这些故事里各有所物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你们羡慕我现在过得潇洒 自在快乐 这些是从哪里来的 是十六年来读无量寿经读来的 是听无量寿经听来的 是念阿弥陀佛念来的 是五十年的历练炼出来的 希望大家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都要坦然面对生活 不要怕困难 不要怕挫折 不要怕历练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 五十年的历练 练就了我一颗如如不动的心 永远牢牢记住一句话 念佛成佛是真的 二 智者老实念佛 默默无闻最好 2010年没见到老法师之前 我一直是默默无闻的 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了六十五年 我觉得这种默默无闻的生活挺好的 我不喜欢出头露面 不喜欢热闹 不喜欢张扬 我喜欢安静 没事的时候 喜欢安安静静的看书 从小我就喜欢看书 妈妈给的不多的零花钱 我都一分两分的攒起来 购买一本书了 就跑到书店去买我喜爱的书 可以说读书是我人生中的一大乐趣 说到明 我想起了我在2003年录的第一片光碟信念里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这一生就是对两件事不感兴趣 一是明 一是地 我说这话 绝对不是威严耸听 而是我发自肺腑的真心话 可能有同修不相信 在这物语横流的当今社会 还能找出不喜欢明和力 不图明和力的人吗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能找到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而且不止我一个 现在有时候 我想起有人说我是另类 仔细想想 我还真的有点另类 是不是我从小就得到了阿弥陀佛的眷顾 让我在这分杂的世界里保持一颗纯净纯善的水晶心 下面给大家讲几个关于明的小故事 故事一 1984年 我调到省政府工作 具体单位当时的名字叫黑龙江省经济委员会 主抓全省经济工作 1985年底 为理提干 我被提名你提政科级 有一天 我的主管领导对我说 小刘 这次提干 可能有人有些意见 提出刘素云为什么越级提拔 因为我是从科员直接提为政科 没有经过副科级 我问主管领导 为什么要越级提拔 主管领导告诉我 这是伪党组对你工作的肯定 是伪党组的集体意见 不是哪个人的意见 我说 我对提干没啥想法 如果有人有意见 这次就别提了 这话把我的主管领导都笑了 他说 头一回遇到这么好说话的 这一次我提了政科 到了1986年底 为理又提干了 我在你提付出的名单里 而且是三上三下 画票都通过了 就是最后一个环节 张榜公布 没有我的名字了 有同事让我找领导问问 为什么被拿掉了 我说不问 没那个习惯 提谁都好 这次提干之后的四年里 又有四次提干机会 可是和我都没有关系了 有同事问我 小刘 你是不是犯啥错误了 我说没犯错误 自我感觉良好 就这样一直到了1992年 是省政府党工委 给我戴帽 下了一个提付出的名额 就这样时隔七年 我由政科提到了付出 到了1995年上半年 我由付出提到了正处 这一下子又震动了 有人提出 为什么刘素云提付出 不到三年就提了正处 我们提付出比他早好几年 为什么到现在提不上正处 这时我听说有人出来 替我打抱不平了 说人家刘素云七年 才从政科提到付出 那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出来说话 现在看人家提正处了 就眼红了 你们这么干 不觉得心里有愧吗 听到这些反应后 我去找主要领导 一把手谈了我的想法 我说 听说有人想要这个正处的位子 那就给他吧 领导说 那你呢 我说 他当官 我干活 我的领导说 我当了这么多年领导 还头一回遇到你这样的同志 就这样 我在正处长的位置上 干了两年多 到了1997年年底 我用四个月的时间 说服了伟领导 辞去了正处长的职务 我的这一举动 又引起了一些人的不解 他们说 现在都是要官 刘素云为什么要辞官 他真是个逆社会潮流而动的人 其实 我辞官的理由很简单 一 是我当处长 我老伴心里不平衡 他觉得我比他高 二是 我们伟因植树限制 一些年轻干部迟迟提不起来 我不想五十多岁的老太婆 站着一个位子 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吧 故事二 1991年 团中央开展一个活动 叫做希望工程 就是说那些贫困的孩子们上学 我是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的 报纸上有一个表格 如果你要赞助学生 就把表添好寄到团中央 由团中央给分配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 记得当时团中央给我回信 并分了两个学生 一个是湖南大雍的汉族南海 名字叫李志高 一个是湖南花园的苗族女孩 名字叫龙雅群 后来李志高的小弟上学了 龙雅群的两个姐姐 又考上了师范学院和医学专科学校 因为家里生活困难 无力供他们上学 我得知这个消息后 觉得一个山区农村孩子 能够考上这样的学校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如果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而辍学 实在是太可惜了 于是我写信给他们 告诉他们李志高的小弟弟和龙雅群的两个姐姐 我都一起供 就这样 我就由供两个孩子变成了供五个孩子 每个学期开学前各寄一百元学费给他们 这对当时的我来说 也的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那时我的工资是每个月九十七元钱 我做的这件事情 五年没有人知道 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不知道 我的家人也不知道 因为我从来就没想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五年以后 一个偶然的机会 维里知道了这件事情 我很纳闷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原来是我出差期间 湖南的孩子给我来信了 我们有一个老处长 很好奇 说没听小刘说 湖南有什么亲戚朋友啊 于是把信拆开看了 才知道我资助学生这件事 而且把这件事向伪领导报告了 伪领导问机关党委 知不知道这件事 机关党委说不知道 还挨了领导的批评 事情过后 有同事和我说 在咱们伪里 你也不是什么父户 你资助贫困学生 让我们怎么办 你真是窝窝头 翻跟头 显大眼 说实在的 听到这样的话 我心里头很委屈 我又不是显摆我自己 想出风头 我只想尽一分力而已 如果想出名 五年前 我就把事情说出去吧 原来家里人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老伴子很不满意 说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跟家里人商量 一个人就做主了 还问我 你给他们寄几年前了 我说寄五年了 又问 以后还寄不寄了 我说还得寄 不寄他们会中途退学的 后来我一直给这几个孩子寄钱 一直到2004年 从1991年到2004年 前后一共寄了14年 故事三 大约是1997年前后 省里评选十家公务员 我是20名候选人之一 那一次熟悉我的领导和同事们都说 你这一次平上十家公务员 是十拿九稳的事 你的事迹太感人了 我说 每个人的事迹都很生动感人 相比之下 我和其他候选人还有差距 我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这话是我的真心话 有人提醒我 别坐在家里傻等着 出去活动活动 听了这话 我明白是什么意思 但我一笑了之 那一次 我十家公务员没有平上 很多同事替我遗憾 我自己没觉得有什么遗憾 我觉得能够踏踏实实地 做一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就足够了 能够被提名全省十家公务员候选人 这就是党和人民对我的肯定 这已经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了 三年前我偶然遇到了前省政府党工委的一位领导同志 他还提起了当年这件事 他告诉我 那件事情过后 还有很多人替我惋惜 他说 你知道吗 平上十家公务员 退休以后 按省级劳模待遇 我说 平上谁都好 故事四 2003年 我出了第一张光碟 名字叫信念 半个月之内 我成了名人 那是我第一次成为名人 那时候 我因为生病 已经三年多不出门了 身体很弱 走路多了不行 说话多了也不行 整天在家里听经念佛 过着平静的日子 出了光碟 出了名 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 我成了名人 成了盲人 一下子我很不适应 根据我当时的身体情况 我不适合出去跑 我为什么出去了呢 我是让同修们的电话 逼出去的 记得有一天 我接到一个女同修的电话 她说 刘居士 听说你是省政府官员 不知道你有多大架子 能不能见见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听了这话 我心里很难过 我告诉她 我不是什么官员 我和你一样也是平民百姓 我也没什么架子 我不知道架子什么样 如果你们愿意 可以随时来见我 如需要我到你们那里去 把位置告诉我即可 这就是我当年走出去的原因 没想到这一走出去 请进来 一发不可收 我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 这样的情况 持续了有一年半的时间 后来慢慢的平静下来了 2010年 老法师蒋经史提到了我 我一下子又成了名人 这是我第二次出名 我每天接待来访者 应接不暇 半年后泪趴下了 感恩老法师慈悲 感恩同修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安排我去广州修养 我在广州修养了半年 身体状况好转后 回到了哈尔滨 第二次出名之后 刁居士提醒我 刘大姐 老法师把你讲出名了 你现在成了名人 你可别飘起来呀 我说 我往哪飘啊 我是好飘的人吗 从第一次见到老法师 到现在六年时间了 我自己觉得 我没有飘起来 我还是六年前的那个我 还是原来那个思想单纯 心地善良的徒老太太 我真诚的希望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无论是出家或在家的同修们监督我 如果你们发现 我有供高我慢了 有飘起来的迹象 你们人人有权 口诛笔伐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心得报告 没有讲什么高深的大道理 给大家讲的都是我人生中一些真实的小故事 而这些小故事 只是我人生故事的冰山一角 如果同修们 能从这些故事中悟出点什么 我的故事就没有白讲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智者老实念佛 默默无闻最好 坦然面对生活 接受一切考试 能够顺利通关 极乐就在眼前 借这个机会再说几句题外话 最近有同修关心 我去不去给老法师祝寿 我告诉大家 我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和安排 一切随缘 别人给老法师祝寿 我不反对 我也没有权利反对 我不给老法师祝寿 老法师希望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老法师不希望我做的事情 我绝对不做 刘肃云顶礼 我们听了 刘肃云居士的报告 这就是 祝福菩萨 期望当中的标准学佛人 标准的念佛人 她的发心 严想 值得人们赞他 我相信 也值得 天人赞他 佛菩萨赞他 学佛的目的 不是在夸耀自己 不是在得到什么明文利养 这个不相看 这个东西沾了一点边 那就告诉你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没分呢 什么最重要 海贤老和尚说的后 是他老人家的口头上 见人都说 一生不知道说了多少遍 好好念佛 成佛是大事 其他 啥都是假的 假的 你还真什么 假的 你还把它放在心上 错了 放在心上 只能一桩事情 阿弥陀佛 比这个更高的 我们做不到 这一桩事情 我们认真努力 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做不到的是什么呢 是无助身心 这最高的经济 无助什么 心里都干干净净 一成不然 身心是什么 身心是随缘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身心的时候 就是随缘的时候 随缘的时候 就是身心的时候 就是无助 祝佛菩萨 身心 他还是无助 无助 他能身心 反复走到 身心不能无助 无助就是 心里都干干净净 我们常说 我们常说 不齐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支出 这叫无助 身心 那就是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遇到远 样样都干 虽然样样都干 没有齐心动念 没有分别 有执着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境界 法身 菩萨 所以这是我们 心想 枉知 但是我们知道 做不到 做不到而求其次 求其次 心里头一句 佛号 我有 心里有东西 不是没有 有起先 有动念 有分别 有执着 但是 这个齐心动念 分别执着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 真的没有 这是什么国报 决定得生 净净 阿弥陀佛决定欢迎你到 基罗社区 功夫在哪里面 六根结束 六成结结 一颜 Operations 清新俗俗 明明白 而文身 清读明了 没有起先 没动念 华身 菩萨 有起先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 三行菩萨 那尤其心动力 有分别 没有之处 是罗汉 是辟知福 凡夫是什么 六根结束六成经济 其心动力分别之处 通通现前 就是六道反复 学佛的同学 时时刻刻 要拿这个标准 来衡量自己 我自己有没有进步 我自己能不能往生结露 就在这个标准 一测量就出来了 不欺骗自己 不欺骗别人 那所以 尤其身在 现前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是大燃钢 那都是在诱惑你 让你 齐心动力分别之处 这是什么 这叫造业 业有善我 善业敢善善道 我业敢善我道 无论是善是我 都出不了六道轮回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我们修佛目的活在 真修佛的目的 就是希望脱离六道轮回 不再 干六道轮回的死了 再要来的话 那你到极乐时期就受训 去学习 那便毕业了 你有了功夫了 你有了能力了 什么功夫 什么能力 无助身心 身心无助 有了这个能力了 行 你再回到修佛世界 再回到六道轮回 行菩萨道 普度众生 给一些大众做好朋友 断窝 修善 急功 累得 这是随缘 这是身心 但是 虽身心 心里头 一尘不染 干干净净 什么心呢 清净平等久 那么我们听到 刘苏云这个报告 他走的什么路子 他就走的这个路子 并无所住 而生其心 虽然还没到达 但是他的方向正确 目标 先明 只要他不退转 我们相信 他不会退转 他一定 在这个路子上 越来越紧紧 距离 方向目标 越来越紧了 咱们方向目标 是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 那 宗门是高 我们自己衡量自己 决定做不到 那么换一句话是 出力就没分 进度 这决定要保护 所以这个法门 祝佛赞叹 并罚解虚空气 一切祝佛插土 我又不劝人念佛 求真见度 道理在此地 每一天 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考验 要经得起考验 那样样 那样样清楚 是智慧 样样都不放在心上 是功夫 那这是应该向 刘思文具是学习的 好 我们再看 下面一份报告 尊敬的师父上人 尊敬的诸位法师 大德仁者 阿弥陀佛 惭愧弟子张有恒 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 无为而至 道法自然 群书之药 老子 道经 学习心得 2014年8月 吉乐寺群书之药 学习班 完成校经的学习之后 后学接着选取 第34卷的老子 作为同学 后续学习的经典 由于论语 老子和易经 被认为是对中国人 影响最深远的 三部思想巨著 尤其 老子的思想 被认为是 道家经典的代表 是当前全世界翻译成为 各国文字最多 也是国外学者 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与哲学 最受欢迎的经典之一 前几年 纽约时报 把老子列为 全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 就是最好的证明 老子 约公元前571年 至公元前471年 又称老丹 自博扬 是号丹 又称李尔 古时老和李同音 丹和尔同意 楚国 楚国苦县 历乡 取人礼人 此地本是封于西州的陈国 做过周朝 守藏室之力 管理藏书的史官 孔子 孔子 孔子曾向他问礼 后退隐 驻老子 老子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圣哲之一 被道教尊为始祖 老子 老子又名道德经或德道经 为老子在寒谷观前所作 老子共81章 前37章为上篇道经 第38章以下 属下篇 德经 全书的思想结构是 道是德的体 德是道的用 上下共5000字左右 群书之药 揭露了和尚公著本 老子的五十章 成为魏征禁见唐太宗 言武修文 居安思威的重要理论依据 老子阐述天地的大道 是生养万物 而不加以干涉 令万物各得其所 提出了圣明的君主 应当效法天地之德 远离欲望与名利 以清静心去教化万民 则天下自然归于太平的 无为而至的重要思想 此外 老子非常强调的一个重点 就是不争 整本道德经提了七次 如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福为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福为不争 故无由 圣人之道 为而不争 其实这是因果律 如敬人者 人恒敬之 爱人者 人恒爱之 不争是因 而众人 皆不与他争 是果 因此就成了众星拱月之事 无人学习老子的另一层体会是 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既是一体 又何须去争 不争 是慈悲心和平等心的展现 舍假我 得真我 故契入境界 与道合一 老子 与此举水为利 水 善利万物 而不争 净空老和尚曾说 念念 为他人 即是菩提心 行行 为他人 即是菩萨行 老子全文 围绕这一思想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 加以阐述和论证 观点鲜明 而论证精辟 内容丰富 而负于哲理 处处闪耀着 智慧的光芒 几千年来 老子的思想 光辉 一直是中华民族 最高智慧的象征 成为人类文化史上 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假 道可道 非常道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无 明天地之始 有 明万物之母 故常无 欲以观其庙 常有 欲以观其脚 此两者 同出而异明 同位之玄 玄之又玄 众庙之门 老子道经 第一章 道 是不能解说的 可以解说的道 便不是永久不变的道 明 是不能称谓的 可以称谓的明 便不是永久不变的明 无 是天地形成的本始 有 是万物创生的根源 所以 常处于无 以观照道体的奥妙莫测 常处于有 以观照道用的广大无忌 无和有 名称虽然不同 却都是来自于道 都可以说是 幽微深远 幽微深远到极点 那就是所有的道理和一切变化的根本了 大成起信论有云 一切法 从本以来 离言说相 离名字相 离心原相 又云 一切诸法 唯一妄念 而有差别 若离心念 则无一切境界之相 此乃说明 众生 因最初一念不绝 弥真其妄 妄有一切差别之相 而一念未动以前 唯是一真法界 是故 我们若能与一切境界 不起分别执着之念 转时成智 则可由相见性 正道一真法界 如此便是明心见性了 由于一切法 从根本以来 为是一心 不是言与音声 所能表达 故应离言说相 同时也不是名字文句 所能诠释 故应离名字相 最后离心原相 就是离念 即六根对六尘境界 不攀远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因心若动念 必有所攀远 便落于名字相了 故应离心原相 正如大乘起信论所说 离言说相 离名字相 离心原相 毕竟平等 为是一心 顾名真如 而在金刚经 佛意告诉我们 要离境界相 一级对微臣 世界 身相 都不可执着 对一切身心世界 统统都要放下 才是真正受持 金刚般若 总之 一切法 是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的 只要放下妄想 分别执着 则一切诸法 一相一位 一相即真如相 一位即一成之理 毕竟平等 虽同染境 其性不改 无有便意 如法华经所云 是法 助法为 世间相 常注 事故一切法 不可说 不可念 故名 真如也 换言之 佛有言说者 当之此戏 如来善巧方便 假以言说 主要在引导众生 离念 而归于真如 都是希望帮助众生 看破 放下一切身心世界 若能以清静心来念佛 必定 必定 往生也 以 天长 地久 天长 地久 天地 所以能 长 切久 世人 其不自身 以其不自身 故能长生 是以圣人 后其身 而身先 外其身 而身存 非以其 无私也 故能 成其私 老子道经第七章 天地的生命永恒而无穷 天地之所以能够永恒而无穷 是因为他们无私的关系 因为无私 所以能够永恒而无穷 圣人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处处谦让后退 结果反而得到众人的爱戴 世事不计较利害得失 舍己为人 结果反而深受其异 这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忘我的美德吗 因此方能成就自己 被尊称为圣人 有一个预言叫做一百分的人生 有一天上帝创造了三个人 他问第一个人 你到了人世间 准备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 第一个人想了想 回答说 我要充分利用生命去创造 上帝又问第二个人 你到了人世间 准备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 第二个人想了想回答说 我要充分利用生命去享受 上帝又问第三个人 你到了人世间 准备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 第三个人想了想回答说 我既要创造人生 又要享受人生 上帝给第一个人打了五十分 给第二个人打了零分 给第三个人打了一百分 他认为第三个人才是最完美的人 他甚至决定要多生产一些第三个这样的人 然而第一个人来到人世间 他为许许多多的人做出了许许多多贡献 他对自己帮助过的人从无所求 他为真理而奋斗 屡遭误解也无怨言 慢慢地 他的善行被人广为传颂 他的名字被人默默敬仰 当他离开人间 直至若干年后 还一直被人深深怀念着 第二个人来到人世间 为了达到目的 他不择手段 甚至无恶不作 慢慢地 他拥有无数财富 生活奢靡 一掷千金 妻窃成群 当他离开人间 若干年后 还一直被人鄙视和唾骂着 第三个人来到人世间 没有任何不平凡的表现 他建立了自己的家园 过着忙碌而充实的生活 若干年后 没有人记得他的存在 人类为第一个人 打了一百分 为第二个人 打了零分 为第三个人 打了五十分 这个分数 才是他们的最终得分 上帝的打分 和人类的打分 为何存在这么大的差别 是上帝的失误 还是人类的无知 盖人生在世 如金刚经所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亦如电 应作如世观 因此 一切所显 无非心之有五 梦幻不实 却也宛然存在 无人如何从平凡中 活出不平凡 灿烂后 又复归于平淡 确实需要高度的智慧 人生于天地之间 实应取法于天地 天地何以能长久 人何以能与天地参 穷其理 则无私而移矣 诚如中庸所云 为天下至成 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 则可以占天地之化欲 可以占天地之化欲 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老子也说 不失其所者久 死而不亡者受 由此观之 不迷失根本的人 才能尝久 精神永存的人 才能不朽 饼 五色令人目盲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甜烈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祸令人形防 是以圣人为父不为目 故去彼取此 老子道经 第十二章 五彩缤纷的颜色 会使人眼花缭乱 对事物的真相 彻底失去辨别的能力 即视觉迟钝 视而不见 过分追求声音的享受 会使人的听力麻木 再也感受不到 天地间的宁静 即听觉不灵 听而不闻 过分追求味道的享受 最后必定会使人的味觉错乱 品尝不出大自然 真正的美味 即味觉丧失 食而不知其味 过分纵情于骑马打猎 追逐鸟兽之类的敬逐活动 会使人心变得心神不宁 魂不守舍 过分追求稀有难得的金银财宝 会使人的行为偏离正道 最后弄得行伤得坏 身败名裂 所以圣人的生活 力求简单 但求饱富 不求观能享受 宁取质朴宁静 不求奢侈浮华 盖宁静以致远 淡薄以明智也 在1979年12月8日 颁发诺贝尔奖的前两天 德雷莎修女搭乘飞机 来到了挪威首都奥斯路 提着一个简单的手提包 从出境室里走出来 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委员长 在接机时对修女说 我代表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 及国王殿下欢迎您 并且期望与您 在典礼宴会上见面 听到委员长先生 说到宴会 德雷莎修女 立刻问道 宴会 什么宴会 委员长先生回答 是的 我们为此特别举行的典礼宴会 就在十日晚上 德雷莎修女竟然说 请把宴会取消吧 委员长先生非常吃惊 诺贝尔奖1901年设立以来 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 这样的请求 不解地问 取消 为什么 修女诚挚地回答 是的 请取消这个宴会 把这笔餐费 捐给加尔各达的穷人好吗 委员长先生犹豫了好一会儿 最后终于回答说 好吧 修女 当他知道颁奖大会的宴席 要花七千美元时 他恳求委员长取消宴席 他说 你们用这些钱 只宴请一百三十五人 而这笔钱 够一万五千名印度穷人 饱餐一天 德雷莎修女 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的当天 她穿着一件 仅值一美元的印度沙利 走上领奖台 跟台下身份显赫的贵宾们 形成强烈对比 在颁奖台上 她致辞说 这个荣誉 我个人不配 我是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穷人 病人和孤独的人来领奖的 因为我相信 你们愿意借着颁奖给我 而承认穷人也有尊严 顿时台下一片鸦雀无声 德雷莎修女取消宴会的要求 很快就通过新闻媒体 传到了世界各地 颁奖仪式结束 挪威林国 瑞典立即发起全国性的捐助活动 一次募集的款项就达到了40万瑞币 修女拿到了原本预定举办参会的钱 也同时拿到的 还有被他这句话感动之后的40万瑞币捐款 他所创建的仁爱传教修女会 有4亿多美金的资产 全世界最有钱的公司都争相给他捐款 但是他一生却勤俭实 此外 那个被全世界所仰慕的诺贝尔奖牌 也被他卖掉了 所得连同奖金 全部献给了穷困弱势的人 德雷莎修女的表现 政府和老子所说 知足 无私 寡欲 以及 圣人 为父 不为目 但求饱腹 不求观能享受 宁取质朴宁静 不求奢侈浮华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 丁 宠辱若惊 宠辱若惊 贵大患若身 何谓宠辱若惊 宠为上 辱为下 得之若惊 失之若惊 是为宠辱若惊 何谓贵大患若身 无所以有大患者 为无有身 即无无身 无有何患 故贵以身为天下 若可忌天下 爱以身为天下 若可脱天下 老子道经 第十三章 古语说 世人得宠和受辱 都因而生惊 畏惧大的祸害 也因而生惊 为什么得宠和受辱 都生惊呢 因为在世人的心目中 荣宠 是高尚的 屈辱 是低下的 得到荣宠 就觉得高贵 受到屈辱 就觉得丢人 因此得之也惊 失之也惊 为什么畏惧大的祸患 也深惊呢 我们之所以会担心 大的祸患 那是因为我们 常想到自己的关系 假使我们忘了自己 能做到无我 那还有什么祸患呢 所以一个人愿意 牺牲自己 为天下人服务 就可以把天下交给他 喜欢牺牲自己 为天下人服务 就可以把天下 托给他 净空老和尚 曾经在 净土大经节演绎中说明 老子所称 无所以有大患 为无有身的境界 是属无色界天人的境界 一级他不仅肯定 身不是我 还进一步认为 这个身体是个负担 没有了这个身体 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自在 因此我们反省自问 身体真的存在了吗 如从医学观点 看身体 皮肤细胞与肠胃细胞 大约三个星期 大约三个星期至一个月左右 就从里到外更新一遍 而我们全身的细胞 在七年内也不断死亡 并再生 只是再生速度 有快慢差别而已 因此 因此我们企图要保全的身体 事实上如同手握细纱一般 从不间断地从指尖逆散出去 根本抓不着 至于近代量子物理学家 普朗克说 根本没有物质的存在 物质是意念累积 产生的幻象 而意念又是从无到有的过程 这是科学家对物质 做了最透彻的解析 如以其验证方法推论 身体既然也属于物质 身体即非真实存在 它也只是意念波动的结果 其实上述这些说明 都不如世尊在经典里面 讲得透彻 世尊在《仁王经》上说 一念九十刹那 一刹那有九百个生灭 而一个生灭就是一念 这个生灭之快速 已经不可思议 但这只是世尊的方便说而已 世尊在《菩萨触胎经》上说 佛即问弥勒 心有所念 己念即想 己时也 弥勒言 拍手谈指之清 三十二亿百千念 念念成行 行行皆有时 实念即微细 不可支持 所谓行就是物质 就是四大 所谓实则是信息 信息就是见闻觉知 信德 受想行实 迷惑 这是精神现象 所以念念成行 行皆有时 是指每一个念头里 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 是同时存在的 无法分开 依此 世尊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 也就是我们现在生存的环境 在一弹指的时间里 就有三百二十兆个生灭 如果一秒钟可以弹指四次 那么一秒钟就有一千两百八十兆次生灭 住 如果一秒钟弹七次 那么一秒钟 就有二千二百四十兆次生灭 可见生灭速度之快速 不可思议 所以 我们肉眼所看到的 都是假象 都是一念不绝 所生起相似相续的虚妄之象 世尊在金刚经里 就简洁讹要地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这时也许我们会觉得失落 既然我们所见所想的都是虚妄的 那么哪里还有真实呢 其实在事实真相中 确实有个与虚妄像同时存在 却永恒不变的真性 或称自性 本性 真如 真如 实相 清净平等觉等事 只是我们看不到 摸不着 无法思议 只能亲自去体会 去证悟 如同我们的眼睛 被电视或电脑 所演出之幻象吸引 并与荧幕画面一同喜怒哀乐的当下 我们根本不曾意识到 变化各种幻象之本体的存在 只有关掉电视节目 才会看到电视荧幕 也如同梦到被恶兽追逐时 我们从来不会认识到 我们正在做梦 只恨自己的双脚 为何不能跑快一些 唯有梦醒时分 才能体会前所经历者 纯是梦境一场 而世尊前面所告诉我们的是 不仅我们做梦是假的 连我们现前的环境 都如梦境一般 虚妄不识 甚至六道十法界 不过是梦中之梦 唯有认识虚妄 方能勇敢地追求真实 希求真正的 长 乐 我准更清楚地说 我们此刻正学习如何从梦境醒来 而世尊正是教导并指引我们学习觉悟的导师 虽然 虽然觉悟的方法有八万四千法门之多 但善导大师开示我们 如来所以兴出世 唯说弥陀 本愿海 以及如来大事因缘 即为我们宣说净土之殊胜法门 指引我们一生成佛之道 然而 仍常有人隐前述世尊说法 既然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那么极乐净土也是虚妄 八大人觉经第一觉悟所说 世间无常 国土微粹 并未将极乐国土排除在外 那又何须执着并希求净土 然而存有这样疑问之人 那是不能认识净土 系数特别法门之故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说 来生我差 受我法化 吸成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第二愿 又说 即生我差 做阿维悦志菩萨 第二十愿 未得阿维悦志者 则得阿维悦志 第十六品 既做阿维悦志菩萨 又怎会退转 又怎不成佛 换言之 生到极乐净土 就已经进入到 有量的无量 并且决定能正到 无量的无量 如同世尊在 《无量寿经》所说 绝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 知土如影像 横发红世心 一己纵为法身大事 了知一切法空 佛土一空 仍能发红身世愿 求生净土 净空老和尚 开始说 这就是真实智慧 最后愿以 彻悟法师所言 真未生死 发菩提心 以身信愿 持佛名号 与同学 共勉之 物 屈则权 屈则权 网则直 挖则盈 必则心 少则得 多则祸 是以圣人 报依 为天下事 不自献 故名 不自事 故章 不自罚 故有功 不自经 故长 夫为不争 故天下 莫能与之争 古之所谓 趋则权者 其虚言哉 成权而归之 老子 道经 第二十二章 委屈 反而可以保全 放下自己的执着 委屈自己 听从众人的意见 不独自砖断 才能对事物 有全面的了解 弯曲 反而可以伸直 地面低洼之处 才能积水盈满 如江海位置最低 百川会归 成为 河川之王 人若能谦虚 德行 才能增长 破旧 反而可以更新 如旧的衣服 污损破烂了 新的衣服 才会出现 人的欲望 越少 得到的东西 就越多 自己享用的少 则很容易满足 享受的欲多 人就会 越容易 迷失自己的本性 学的知识多了 就会被各种 见解所迷惑 而无法恢复 心地清静的 真实智慧 因此 圣人所做的 就是守住自己的 一颗清静之心 就是抱一 守道的意思 作为天下人 效法的榜样 圣人守住自己的 清静心 一心不乱 就能通达万事万物的 真相 所以一言一行 都能成为天下人 效法的榜样 不自我表现 所以对事物看得分明 不自以为是 所以对是非 判得清楚 圣人不认为自己 就是对的 别人就是错的 所以能够显出 他的真正智慧 不自我夸耀 才能成就工业 圣人的道德 圣人的道德教话 普遍传播 没有阻碍 却不认为是自己的功劳 所以有功于天下 不自恃自满 所以才能长久 正因为不与人争 所以天下没有谁能与他相争 古时候所谓趋则权 这些画难道是假的吗 实在应该保守着他 而且以他为依规啊 布袋和尚 传说是弥勒菩萨的化身 在宋朝约与岳飞同一时代 是今浙江宁波奉化人 在世时经常背着一个布袋 到处行走 度化众生 人称布袋和尚 据传他元祭前留下一首祭 弥勒真弥勒 化身千百亿 实时是识人 识人自不识 因此布袋和尚 即为弥勒菩萨化身的说法 便广为流传 中国多数佛教寺院里 所供奉的大度弥勒菩萨 即以布袋和尚为原形塑造 有人问布袋和尚 如何是修行下手处 布袋和尚一句话不说 放下布袋两手一摊 慈乃表示 要一切看破 放下 不为自己利益着想也 接着又有人问 放下之后呢 这时布袋和尚便背着布袋走了 慈乃表示 为佛法 为了众生 当提得起 并且要培养自己 喝旦如来家业 以及救度苦难众生的能力 如此才是真正佛的弟子 由尚可知 真正放得下 即首先要能放下 自私自利 五欲六尘 明文利养 贪嗔痴慢 十六个字 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 方能真正为社会大众服务 如此才是真正提得起 也才是金刚经所说 应无所助 即放下 而行不失 即提起的展现啊 布袋和尚也有诗云 手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是一首描写农夫 在田中插秧之情形 象征修行人在新田 播种的诗 小时候住在乡村 每逢春天 常见农夫与烈日下 在田里插秧 只觉得农夫工作很辛苦 心中并没有任何体悟 自学佛后 读到这首诗 再看到农夫在田里插秧 才深深体会到 唯有在新田插秧的人 才能从清净的心中 看见广阔的蓝天 同时修行人 唯有从心地下功夫 使自己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 接触六尘 色声香味触法境界之时 能够常常见到自己的过失 而不被外境所转 心中一尘不染 如此才是真正的修道人 在人间 一切都要向前行进 即使前途艰辛 也要屹立不摇 不能后退 一件好事 你退却了 可能好事就变成坏事 然而 如果无人 若能在名利 权位之中 懂得退步 这也不失为一种修养 因为在金钱权力之中 退步才是向前 一如老子所说 福为不争 故无由 福为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也 总之 要去入那六根清静的境界 只有时时反观自己的心 在前进时 采取后退的姿势 不与人争 就像农服插秧一样 退步原来正是向前啊 以上是惭愧弟子张有恒 恭敬汇报的群书制药老子道经 学习心得报告 如有不妥之处 成请尊敬的师父上人 诸位大德同修 慧誉批评指证 无尽感恩 阿弥陀佛 惭愧弟子张有恒 顶礼敬成 我们听了张教授 一堂课 他最近这两年 在台湾成功大学 主导 群书制药的 学习 这个报告呢 就是给我们上一堂课 我听到的信息 群书制药所学的 这六十 六种 语言书里面 他将校金 完成了 这个 老子 庄子 就是群书制药里面所学的 也完成了 做得很有成绩 那么这些东西都非常宝贵 讲得很透支 能够把书制药 融会在一起 贯通了 让我们一般 程度不够 这些人呢 也能够 懂得了 今天里面的 大义 那对我们的修学 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现在 台南 成立了一个 学习班 啊 专门学习 神书制药 跟这个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我们也 邀请 在台湾的 这一些 我教文字学的 这些老师 现在的人不多了 我们不希望 这门学书是传 鼓励 年轻人 我们开小班上口 地点呢 就在台南 基罗寺 由 张教授 来主导 张教授是个 非常虔诚的 佛门弟子 我们 我们看着他的报告 就知道 他对于如是道 融会贯通 啊 确实 能帮助 现前的 年轻人 让我们 让我们 想到 这一部书 神书 你所选的 重要性 这部书 你所选的 是什么 有什么用处 那 这部书 确确实实 从古人教训里面 帮助我们 这一生 过得幸福 快乐 美满 幸福人生 不需要地位 不需要财富 那是正路 拥有 很高的地位 许多财产 那个不见得 快乐 这些 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亲眼见到的 贵而不安 富而不落 不如 平而落 这是四世真相 为什么要 学成的我 为什么要 学佛法 为快乐 人生 我们细心就观察 你要问为什么 答案 就在第一句 你看 能语 第一句 孔子说的什么 学而 是习之 我们把他简化 取两个字 学习 那习是什么 把所学的 做出来 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 待人 接物 这就是 喜 学习 为什么要 学习 下面说 不宜 不宜 愿 愿 愿 是喜悦了 这个喜悦从哪里来 喜悦从学习来的 学而实习当中来的 与富贵 不相看 那么这种喜悦快乐 可以 包括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全报了 古人把社会 这个大众 分为四个 四大类 四农工商 现在社会复杂了 中国古人也讲 过行过夜 三百六十行 三百六十是圆满 不代表数字 就是 过行过夜 全包括在其中 活在《华严经》里面 用五十三个善知识 做代表 代表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学习为什么 为什么要学习 跟孔老夫子说的一样 发喜意义充满 长生欢喜喜 这个人生 过得都有意义 都有价值 多么快乐 这种快乐 与地位不相看 与财富不相看 孔子没有做过大观 传记里记载的 只做过 一个很小的职位 大司寇 这是什么关 现在 那个时候 以后国家很小 还没有 现在一个县大了 司寇就是 警察 他在警察里面 做个小官 没有地位 虽然有才华 有德行 有智慧 有学问 没人用它 没有财富 生活 勉强可以维持 二夫子 最赞叹的一个人 他学生当中 这个学习 所得的快乐 可以做 用它来做榜样 严慧也 严慧的物质生活 比孔夫是 更加困难的 但是 严慧最快乐 快乐是哪呢 从学习 学习这两个字 重要啊 学了要干了 不干等于没有 也就是儒家所说的 不学 神问 圣思 明辨 这在学 这四个字都 说于学 后面独行 独行是习 佛法 也不例外 在那个时代 佛法没传到中国来 远古的时代 佛法所讲的 心 结 心 真 才能得到 法西充满 不但长生 欢喜心 长生 智慧 不生 烦恼 那这样的学问 要不要学 为什么要学 神行 学这个传统文化 快乐 我希望这一生 天天快乐 万有忧悲苦劳 为这个 为什么要学习 学 我愿意 发西充满 正习 发西 说明 已经 脱离了 社会的 这些 地位 财富 完全 摆脱了 七情无欲 明文里 通通发现 快乐 本身 一生 幸福 美满 带给你的 家庭 活顺 家伙 万事 行 帮助你的 事业 顺利 成功 帮助 社会 安定 和谐 帮助 国家 富强 帮助 世界 和平 为这个 学习 传统文化 为这个 学习 大乘佛法 确实 只有大乘佛法 给传统文化 能帮助我们 你看 从过人身一心一修养 儒家讲的修身 其价值 国平天下 我们要不要过这样的生活 这一生 没有必要过 有价值 有意义 要从英国来上书 如佛帮助我们 断悟修善 帮助我们 积功雷德 你要相信英国 英国讲 还有来世 来世比这一世 更好 事事向上提升 不会向下堕落 应当学 现在这些点击 没有问题 印的人很多 流通很广 需要像 张教授这样的人 把这些点击 讲清楚 讲明白 讲透彻 把它翻成 白华文 让社会大众 都能够学到 这一篇文字 就是最后的一个榜样 揭露的原文 后面解释的很清楚 很清楚 那么有了这些 这个读解 讲解 可以从这个 再翻成 外科文字 希望这个地球上 每个国家 人民 都能够读到 中国古神仙仙的 智慧 教会 我们建立 共识 才能达到 世界 永续地 安定 活血 这是 现前 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上 第一桩 八四 第一桩 好四 那什么事情 好四 这最后 没有比这更好的 我们要培养一批 年轻人 那要鼓励 他们发信 认真学习 把中国的文化 接受过来 发扬光大 传歌后代 这就是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生 及绝续 为万世 开大平 那 仗子的四句 我们在今天 遇到了 这四句 提醒我们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牺牲自己 成就下一代 那 那 行不辛苦呢 不辛苦 有乐趣 不亦 越乎 啊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发习成万 啊 跟父子说的一样 释迦跟父子 没见过面 父子那个时代 佛法没传到中国来 舍的一种死 相同的一句话 我们不能不行 不能不干了 啊 学要洗 知学不洗 没有 无疾于死 啊 啊 佛法只会讲 没有做到 也没有 啊 真正的受用 是要依教 奉信 啊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大师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